動漫我要聽 主持人 勇博 電波嶺 發財 促進 會 會 快點 超輕鬆 Hallelujah 歡迎收聽動漫我要聽 這個月的電波點唱機是特別企劃 陪你度過冷天的動漫歌曲 天氣寒冷 一起欣賞聽眾朋友們推薦的好歌 分享彼此的回憶吧 歡迎來到這個月的電波點唱機 大家好我是永伯 在場的李明出個聲吧 沉睡在各位心中的點波魂啊 蘇醒吧 電波裡需要你們的力量 晚安我是逼胖 在無盡的黑夜裡 讓歌曲傳達你的心情吧 大家安安 我是楊子 一閃一閃亮晶晶 點波解放你的心 Hello 我是蕾蕾 天氣涼了 在冷風浮面的日子裡 會讓你腦海裡想起什麼旋律 浮現什麼樣的回憶呢 你會選擇聽動感活潑的歌曲 讓你打從心底暖起來 還是索性聽哀傷虐心的歌曲 讓內外都沉浸在寒冷的天氣裡 為了一探究竟 我們之前在粉絲專頁上面 跟聽眾朋友們募集 陪你度過冷天的動漫歌曲 非常謝謝大家的踴躍點波 謝謝大家 今天就要來揭曉聽眾朋友 在冷天聽的好歌 以及聽眾朋友跟歌曲之間的回憶咯 那麼這個月的第一位被選中的聽眾朋友是 第一位被選中的聽友是 巴豆腰 他想要點播的歌曲是 動畫一周的朋友片尾曲 由雨公天演唱的奏 哇 一聽到他點這首歌 我腦中馬上想起歌曲前奏的鋼琴聲 雖然輕輕柔柔的 卻深深打中我的內心 而且歌詞的內容是在講 兩個人即將分開 雖然離別萬般不捨 但是彼此的心卻不曾分開 非常符合巴豆腰的點播理由 嗯 接著就來聽聽巴豆腰的點播理由吧 他說冷冷的天氣總會莫名的陷入回憶 而且默默的感傷起來 我會知道這首歌並不是因為自己看過動畫 而是因為高中畢業那年和高中友人各自奔波到不同的大學念書 適逢畢業季和成為大學新鮮人開學的九月 一人在外 人生地不熟 感到沮喪的那時候 高中友人透過訊息傳給我的這首歌 有種說不上來的鼻酸和溫暖 我懂 朋友分開總是會感到不捨 特別是一個人在陌生的環境 誰都不認識 往往會更想念朋友 這時如果有來自朋友的聯絡 一定是又開心又溫暖 也難怪巴豆腰在冷冷的天氣 總是會回想起這段經歷 聽著朋友傳給自己的歌 就好像朋友陪伴在身邊的感覺 果然是陪巴豆腰度過冷天的動漫歌曲呢 嗯 聽完了巴豆腰的點播理由 本播真的可以感受到朋友間那種溫暖的感覺哦 祝福巴豆腰 你跟你的朋友友誼長存 也希望你已經熟悉大學生活 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哦 接著馬上就來聆聽這首動畫 《一周的朋友》的片尾曲 由雨公天所演唱的《奏》 聽完了巴豆腰點播的奏 接下來是我們點唱集的常客 其實也還好啦 他要點播的歌曲是 Chico with Honeyworks 的 Twins 之前節目也有介紹過 Honeyworks 的告白執行委員會 嗨 是我寫的嘿嘿 這真的很愛刷存在感 好 那我就請你 寫對面的蕾蕾來念她的點播理由吧 好哦 其實也還好她說 這首歌剛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的國中同學 因為這首歌曲描述的歌詞 還有畫面呈現兩個角色塑造的形象 差不多就是我們兩個的樣子 尤其在歌曲最後 看到角色他們在車站分離的樣子 真的讓我差點哭出來 我是留在鄰近的高中就讀 離國中同學的學校真的很遠 聽到這首感觸真的很深 說起來 Honeyworks 當初還是她推薦給我的呢 其實也還好啦 在被註也寫到 昨天剛好那位國中同學傳訊息給我 他說班上有位個性 身材 髮型 都很像我的同學 所以更想我了 要說有什麼是在 減寒的天氣下溫暖我的事物 大概就是我們隔著網路 傳遞的以字一句吧 相信你同學也會在這冷冷的冬天當中 感受到你溫暖的思念哦 哦 養子你不專業 人家備註下面還有一段最重要的話 拜託了 請抽到我吧 雖然她沒有收聽動漫我要聽 但要是真的抽中了 我一定會想辦法讓她聽到的 就算無法死守廣播時間 也會叫她到精選節目去聽的 永伯覺得你們的友誼真的很感人 相信你們雖然身處在不同的學校 但就算距離再遠 永伯相信你們內心的距離 還是很靠近的 有空的話你們也可以相約一起去念書 或者一起去玩 輕鬆一下都可以哦 我想到我跟我國中很要好的朋友 跟你的狀況有點像 我們也是上了高中以後就分隔兩地 我留在老家念書 他呢則是去台北求學 而我這個好朋友現在在南部念書 然後我留在北部工作嘛 然後他也很少回來 我也搬離老家了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會聊天 然後偶爾一起吃個飯 見了面呢還是像以前一樣的多話 所以我相信分隔兩地也不會是問題的 而且現在網路很發達嘛 嗯沒錯 相信透過點播 你的朋友一定會了解到 你對他的思念哦 好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欣賞這首由Honey Works做詞作曲Chico演唱的Twins 剛剛聽到的歌曲讓我的心情漸漸變得暖和 但是接下來這首被點播的歌曲 永波有一個預感 錄音室裡面的氣氛馬上就要燒起來了 這首歌就是魔法少女奈夜的主題曲Eternal Blaze 永波你沒有介紹到這首歌是水素奈奈唱的啦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幫我補充的嘛 老實說我也覺得 第一次參加奈奈演唱會的貓之語 他在備註欄說祈禱永波的拔杯能再次被抽中吧 救命 恭喜貓之語你被抽中囉 啪啪啪啪 嗯 貓之語的點播理由是 9月29號水素奈奈睨 睽違四年第二次來台演唱會 這首是最後一首安克曲 在演唱會結束之前帶動全場 是整場演唱會最熱血最嗨的一首 我因為參加了這場演唱會 就算天氣還冷 只要聽到這首歌 就會想起當天會場的氣氛 我的內心也會跟著燃燒起來 推薦這首歌 讓收聽廣播的所有聽眾一起燃起來吧 如果有被抽中的話 哈哈 沒有錯 奈奈每次演唱會 一定會有《Internet Face》這一首 同時也是把氣氛升到最高點的歌曲 只要這首歌一出現 現場就會收起來 我聽蕾蕾這樣講 錄音室突然變得有點熱 不過電波裡的另外一位奶粉 Melon竟然不在 那我只好犧牲 等等等等又是我嗎 不犧牲逼胖 躺Melon 躺著也中槍 好吧 其實我原來是要瞄準蕾蕾 但不小心打偏逼胖了 哈哈 哈囉我是Melon 剛才雷雷說到 Internal Blaze一出現 現場就會燒起來 是因為大家幫這首歌打扣的時候 都會將手上的手燈調成橘紅色 或是拿起亮橘色的螢光棒 幫奶奶應援 這時候現場就會呈現一片火海 看起來就像是要燒起來的樣子呢 9月29號演唱會那一天 我還特地準備了亮橘色的螢光棒 但是奶奶唱到最後還是沒有Internal Blaze 到了安口曲的時候還是沒有出現 我的心裡想難道這次不會唱這首嗎 不會吧不會吧 但是到了第二首安口曲 前奏一下 終於出現了 出現了 最後一刻才燃燒 讓我們回家也維持在熱血的狀態 我覺得官方真的是很故意耶 你們兩個噼哩啪啦講了這麼一長串的心靈 下次要不要直接寫一篇里長博報告 讓你們法處發個勾 不錯 你好會支持別人 好不要吵了 我們趕快來聽歌了 請聽水樹奈奈的Internal Blaze 剛才播放的歌曲是水樹奈奈演唱的Eternal Blaze 非常感謝聽眾朋友第一次參加奈奈演唱會的貓之語 延續熱血的奈奈歌曲 接下來這首歌也是一首能夠讓聽的人打從心底暖起來的歌哦 沒錯 不過暖起來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樣 這首歌可以讓少年少女心蹦蹦跳哦 接下來被抽中的聽友是Aquila 她要點播的歌曲來自Idolish 7 偶像心願 由四葉環、縫板撞五、石龍之界合唱的Love and Game 我對Aquila有印象哦 她之前也來點播過I7的歌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有越來越多聽眾朋友來推薦我們I7的歌啊 真的耶 就我們電播裡的觀察可能是因為I7的手機遊戲有推出繁體中文版 今年一月播出動畫之後 I7的討論度越來越高了 而Aquila點播的這首Love and Game是2016年冬天發行的歌曲 一開始只有網路配信沒有出實體CD 但是呢今年9月發行的專輯就收錄了這首歌哦 沒錯 Aquila說我當初在網路上聽到這首歌就被深深的吸引了 Mezo跟龍之界三人充滿雌性的聲音一出來 瞬間就變成熱情的冬天了 我一直希望這首歌能夠出實體CD 終於在今年冬天實現了 以後的冬天都充滿了sexy的熱情聲音 我懂每次聽這首歌我都會被這三個人sexy的熱情聲音電到 光是開頭還的嗚嗚嗚一唱出來我整個人都快不行了 真的而且偷偷跟大家講 你點不偷偷好嗎 就讓我矜持一下 好哦 其實我會跌入I7的坑啊 就是因為我朋友推了這首歌給我 什麼 沒錯從此我就投入偶像們的懷抱再也回不去了 非常謝謝Aquila的點播 未來的冬天都有這首Love and Game的陪伴 想必會變成熱情的暖冬 而且看起來這首歌不但可以趕走寒冷 還可以讓人整個燃燒起來 沒有錯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哦 錄音室裡面好像越來越熱了 嗯 趕快進歌哦 不要再讓Melon越燒越旺了哦 一起來聽Idolish 7偶像心願的歌曲 四葉環 縫板撞舞 石龍之劍合唱的Love and Game 我覺得好像更熱了我要把外套脫掉 你脫了好嗎 矜持一點好不好 哈哈哈哈 剛才播放的歌曲是Idolish 7偶像心願的Love and Game 非常謝謝Aquila的點播 接下來被綁重的聽眾朋友是Lily 她要點播的歌曲是Love Live的歌曲Snow Halation 哎呦我對這位Lily有點印象哦 她第一次點播的歌曲也是選了Love Live的歌 沒有錯我們來看看Lily點播的理由吧 她說我會點播這首歌是因為在這寒冷的冬天就一定會想起這首歌 因為那一片的橘色光海在每個冬天裡是一定要亮起來的啊 我懂其實說到冷天想聽的動漫歌曲我第一個也是想到Snow Halation 因為這首歌是動畫第二季第九集的歌曲 在動畫裡大家穿上雪白色的服裝 在雪中唱歌的模樣讓我印象很深刻 不過我很好奇從取名Snow Halation我會聯想到白雪 感覺應該是白色的光海 為什麼Lily會說橘色的光海呢 美麗你真的很不專業 你記得服裝也記得下雪 怎麼可以忘記舞台的演出呢 Mews他們在戶外的舞台唱這首歌的時候 背後的聖誕燈飾是白色的 不過呢歌曲後面有一個段落是隊長高板穗乃果的solo 當穗乃果一開口唱歌 聖誕燈飾瞬間變暗 再一口氣變成橘色 也就是穗乃果的代表顏色喔 我想起來了真的 而且演唱會的時候 觀眾們都會配合這個演出 切換螢光棒或是王劍的顏色喔 我就看到Love Live的演唱會影片 Mews在台上演唱Snow Halation 一開始觀眾們都會先舉白色 就像是一片白雪一樣 好漂亮喔 當穗乃果開口唱歌 觀眾們就會馬上把螢光棒 或是王劍切換成橘色 不知道莉莉現在是不是已經拿好王劍 準備來打call了呢 謝謝莉莉的點播 在進入廣告之前 先來欣賞歌曲 在節目的後半段 還有更多聽眾朋友們推薦的 陪你度過冷天的動漫歌曲喔 馬上來欣賞Love Live的劇中歌曲 由Mews所演唱的Snow Halation 時尚大師叮噹不僅會穿衣服 對作品的品味也是一流喔 所以乖乖被我推開吧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我是詠博 今天進行的是一整集的電播點唱機特別企劃 陪你度過冷天的動漫歌曲 要一起分享聽眾朋友在冷天就會想到的好歌 來聽聽大家跟歌曲之間的回憶吧 節目後半在現場的李明友 讓我們為你朗讀為你播放吧 哈囉我是嘎嘎 一曲帥真的熱情可以點燃暗夜中的孤寂 安安我是卡魯 隱藏著動漫能量的聽眾啊 你的主人小薇拜託你快來點播 哈囉我是小薇 接下來這位聽眾朋友叫做XIN 應該是念心是不是 應該是喔 還是那個XIN 好啦不知道 不知道心現在有沒有在收聽 萬一我們念錯了 麻煩你到實況串留言告訴我們喔 不過還有另外一件 我實在是非常在意這件事情 大家看看心他在背注欄寫的什麼東西 他說好喜歡嘎嘎喔 嘎嘎真的好可愛聲音又甜甜的 甜甜的 我的聲音也甜甜的 嘎嘎嘎嫁了吧 什麼 真是受寵若驚 不過我好像有印象 這位心該不會是 常常在我長滿雜草的那個FB專頁上 幫我按讚的聽友 感謝你的鼓勵和支持 你是不是請他吃了排骨便當 當然沒有 還送他紅包 有的話我就自己吃了 好不好 好有道理喔 好啦 心態要點播的是 secret face 君がくれたもの 來自動畫 我們人未知道那一天所看到的花名 簡稱未聞花名 嗯 心在點播裡有寫到 冷冷的天 總會想要和伴侶朋友一起度過 不過沒有伴侶 又見不到朋友 哭哭 只好聽著這首歌 讓自己的思緒沉澱一下囉 欸剛才卡魯說的哭哭 其實是他自己家的 欸你是對救不到朋友很有共鳴是嗎 救不到朋友 確實是會讓人覺得寂寞覺得冷啦 不過如果我救不到朋友來陪我 我通常就會自己去主動陪朋友喔 欸原來還有這一招啊 不過心他要點播的這首歌啊 是由動畫中三個兒時玩伴共同演唱的 大家會去回憶一起度過的時間 然後訴說對彼此的感謝 聽起來真的有滿滿的溫暖喔 嗯心是不是每次天一涼 就會對朋友更加思念 想要跟朋友聚聚呢 這確實也是許多人在天冷的時候 會有的心情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起 邊欣賞心點播的歌曲 邊沉澱一下這樣的思緒吧 來自魏文花明的片尾曲 Secret Bass 君がくれたもの 這是我們的聽眾朋友 有新所點播的魏文花明的片尾曲 聽到這些動畫角色合唱 有沒有讓你在冷冷的天氣裡面 突然很想約哪些老朋友出來敘敘舊呢 接下來要點播的聽眾朋友叫做Komo 欸好像也是我們的老朋友喔 嗯沒錯 他在備註欄說 好久之前曾經成功點過一次歌 希望這次有機會再選到我 哇 感謝Komo再次來點歌喔 這次他點的是俗稱 好想閃死你的動畫 只想告訴你的片尾曲 由Maze演唱的 君にととけ 而且他在點播理由的開頭 寫了一句意義深遠的引言喔 在這寒冷的冬天裡 想把心裡的話 告訴那個最思念的人 嗯 確實每到冷冷的季節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會慢下來 然後心裡的各種感覺 就會好像快要被冷空氣 凝結起來一樣 這種時候 思念重要的人的心情 好像就會變得特別鮮明耶 嗯 除了分享這種心情喔 Komo也聊了他看這部動畫的回憶喔 他說前不久才重溫 只想告訴你這部動畫 裡面純純的愛戀 還有角色刻畫 還有劇情安排 都是吸引我再次觀看的原因喔 雖然男女主很讓我胃痛 男女主角因為一句話 就產生誤會那一段 最讓我糾結 這裡Komo所說的那句話就是 我對你的喜歡和你對我的喜歡 是不一樣的 這句真的好經典喔 對 因為男女主角都以為 對方所展現的溫柔 跟親近只是出於普通的友善跟友好 所以才會在好不容易有人鼓起勇氣 告白之後 卻因為這句話產生了誤會 其實男女主角是互相喜歡的啊 胃好痛喔 因為其實我有點興奮 怪怪的 什麼變態的感覺 什麼變態的心 因為虐到很興奮 好啦這個Komo說他在糾結的同時 又為這對小情侶感到很難過 覺得作者就是這樣子 玩弄男女主角跟觀眾的胃 真的壞壞QQ 不過最後啊 作者用怎麼樣的劇情發展 讓這對小情侶 互相明白彼此的心意 其實也很暖心 或許天朗的時候可以拿出來重溫一下喔 Komo在點播的結尾寫道 冬天是個寒冷 需要人陪伴的季節呢 祝各位聽眾朋友們 有情人終成眷屬 太好了 每次念到 你是怎麼樣 沒有我陪我二次元的那個 那個辦理就好了 好好好 謝謝謝謝 每次念到結尾是皆大歡喜的點播理由 真的是身心畅快 所以我們馬上來欣賞 Komo點播的這首歌曲 來自動畫 只想告訴你的片尾曲 君に届け 聽完了Komo所點播的歌曲 接下來就讓冬天炙熱的太陽 來溫暖大家的心 抵擋寒風吧 嗯是的 接下來被選中的聽眾是 抵擋寒風的美人魚公主 陪她度過冷冷天氣的歌曲 就是這一首 來自動畫 珍珠美人魚的片頭曲 太陽的樂園 Promised Land 她的點播裡有寫到 這一首歌是珍珠美人魚的第一首片頭曲 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就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太陽給人的感覺就是溫暖 給人一種正向的力量 所以可以抵抗寒冷的天氣 這首歌的中文版本 叫做相信自己 也是圍繞著太陽所衍生的歌詞 中文開頭就唱到了 太陽和風與我同行 熱情的微笑會開啟幸福的門 聽起來是不是很有力量呢 哇我覺得好懷念喔 我的腦中有這句歌詞的旋律喔 以前只要一聽到珍珠美人魚的主角 露雅說用閃亮的歌聲開始現場演唱 我就會想從椅子上跳起來一起唱 歌曲也是搭配著輕快好聽的旋律 讓人充滿了活力 其實我剛剛真的有一股 很想要跟著唱的衝動耶 太陽好風 小威小威夠了 STOP 你不要再假借點唱機的名義 偷偷唱歌了好不好 電波塔OK 對啊 人家的理由還沒有念完耶 拜託放尊重你 好啦 我們就繼續來念她的理由吧 這位美人魚公主還說 中文版歌詞雖然跟日文版差不多 不過日文歌詞當中提到 要以太陽作為目標 把各式各樣的夢想都實現 聽到都覺得熱血沸騰了起來 誰說冬天是憂鬱的季節呢 不畏懼寒風的美人魚公主們 一直在給大家力量呢 在冷冷的天聽到這首歌 真的會讓人覺得比較暖和了 比較不會那麼冷了 雖然我對那個珍珠美人魚的劇情 覺得已經有一點模糊了啦 但是呢 因為這部作品有中文配音 而且劇中歌曲也有中文版本 所以轉到的時候 還是會忍不住停下來 不只歌詞寫得很符合情境 歌曲的旋律也很好聽 很多洗腦的旋律 我到現在還可以 還可以哼個幾句 我沒有叫曉薇 好啦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這部作品成功的地方 沒錯 而且前幾個月珍珠美人魚 才推出了艾藏版漫畫全集 我想這位抵擋寒風的美人魚公主 一定覺得很開心吧 美人魚公主給你力量 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經入手了呢 歡迎你再來跟我們分享心情喔 是的 馬上就來播這首珍珠美人魚片頭曲 太陽的樂園Promise Land 希望大家聽了都可以充滿力量 不畏懼寒風 一起來欣賞 一日一點播 財神靠近我 哈囉我是不怕冷 但討厭冬天的街棒李明叮噹 謝謝Como的點播 剛才的歌曲是來自動畫 珍珠美人魚的片頭曲 太陽的樂園Promise Land 接下來要聽到的是 在冬季的中心呼喊的花邊信封的鋼果P 這位聽眾 你的名字可不可以再單純一點 他想要點播的歌曲是來自手機音樂遊戲 偶像大師灰姑娘女孩星光舞台當中的歌曲 Snow Wings 先來聽聽這位鋼果P的點播理由吧 鋼果P說 第一次在遊戲中的聖誕活動 聽到這首歌曲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適合在寒冷的冬季來聽 從樂曲到歌詞真的讓人聽到有種暖流的感覺 就算是遊戲中的活動已經結束 至今仍然會在冬天時不時打開MV來聽喔 閃亮亮的編曲 還有灰姑娘女孩們充滿活力的歌聲 讓人聽了心情也變得明朗了起來喔 真的很適合在冬天聽 還有鋼果P所提到的歌詞 我也去拜讀了一笑喔 其中有一段是在說 真不可思議呢 儘管在寒風當中 我卻不覺得冷 因為只要再一下下 就能夠看到你那溫暖的笑容囉 是不是一秒變暖 好啦 大家聽我講可能沒感覺 大家等一下直接聽歌 沒錯 而且啊 對於有在玩灰姑娘女孩的玩家來說 這首Snow Wings真的非常有紀念意義喔 因為灰姑娘女孩這一系列作品 首先是以偶像養成遊戲的形式 與大家見面 受到歡迎以後呢 就推出了動畫 更在三年前推出了音樂遊戲 而鋼果P所點播的Snow Wings 就是在灰姑娘女孩的音樂遊戲 星光舞台的聖誕節活動當中 第一次讓大家聽到的喔 因為這首歌曲的推出 讓星光舞台有一種 並不只是前作的翻版而已 而是一款有著自己成長軌跡的作品 這樣的感覺呢 而且在Snow Wings之後 許多原本沒有專屬歌曲的偶像子團體 也在音樂遊戲 灰姑娘女孩星光舞台當中 推出了歌曲 讓許多舊粉絲感到非常的滿足 真的是非常適合在冬天聆聽 也很有紀念意義的歌曲喔 馬上就來欣賞這首Snow Wings 很快的來到了最後一首歌曲了 究竟 挤上幸运名单的最后一位听众是谁呢 这位也是我们点唱机的常客 恭喜我们的听众大达 他要点播的歌曲 相信有许多听众也印象深刻 那就是动画犬夜叉完结篇ED2 由阿兰阿兰所演唱的Diamond 哇天哪 说到犬夜叉真的是各种怀念 从我开始追到漫画结束 整整跨越了12个年头 根本可以说我的童年里满满都是犬夜叉 童年里满满都是犬夜叉 那你的小鹰呢 小鹰是我的人生 原来如此 卡路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提到那个小什么 哪虎不该听哪虎 好我们赶快趁小微还没有抱走前 赶快里面大达的点播理由吧 大达说 刚好这首歌的ED动画 是搭配冬天下雪的场景 当时台湾首播时刚好也是冬季 夸虎虽然没有下去 但在听的时候呢 特别有胜利其境的感觉 令人印象深刻 想到这次的主题 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这首歌 另外他还在备注栏提到 小时候犬夜叉电视 大概看了快四次左右 当高中时知道 动画要出完节片时非常兴奋 还刚好跟日本同周播出 每个星期六都会守在电视看首播 片尾动画的确是满满的雪景 永伯都想要跟着 窝进犬夜叉珊瑚跟弥勒 呆的雪屋里面了呢 虽然动画让人很有冬天的感觉 但是听着阿兰悠扬的歌声 搭配略为动感的旋律 身体也忍不住摆动起来 冻着冻着也就暖和起来了呢 但是说到弥勒 我就想到他的圣友 尸骨根石先生在前阵子过时 对啊身为多年粉丝 真的非常的难过 对而且我不会忘记 那个他在巴萨拉 战国巴萨拉里面 那个很傲娇的那个前景上 没错 虽然尸骨先生过世了 但是他的声音会一直留存的 也谢谢他带给众多粉丝 那么精彩的演出还有作品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天冷了要多注意保暖哦 特别企划陪你度过冷天的动漫歌曲 进行到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为大家带来一丝温暖呢 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热情点播 如果今天没有抽到你的顶播 请你不要气馁哦 欢迎你继续利用电波点唱机的表单来推我们坑 并且聊聊你跟歌曲之间的故事吧 最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今天在动漫我要听FB粉专 一起实况聊天的朋友 今天的录音话序会在下周上传到YouTube 欢迎点阅回顾 若是你想告白想呐喊或是耍感性 也欢迎利用电波点唱机的投稿表单 来聊聊你的心情 同样欢迎来逛逛永博 跟我们各个里民的个人FB专业 来追踪电波里民们的最新动态吧 如果错过了之前的节目 也可以到Bravo官网上的精选节目 回味已经播出的集数哦 嗯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 还有交流 最后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周末夜晚 动漫我要听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